63岁陈姓老父因不良于行出入都靠四轮医疗电动车代步 去年10月底却在道路上一路蛇行 后方36岁陵姓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当场撞上倒地遭后方机车骑士碾过 一个多月后伤重不治 警方坦言电动代步车酿货造成他人死伤 时务上罕见 检方将陈傅一过失至死罪前起诉 台中市经传出见财情女董娘一因开车讲手机 撞死骑着代步车的料姓老翁案 宜兰则发生驾驶电动车老父不守交通规则 导致歧视王子悲剧 陈傅去年10月31日晚间驾驶电动代步车行经历则剪桥 在路上左右偏移车型 36岁陵姓男子一时不察 煞闪不及撞上陈傅的电动车尾端 临南当场倒得不起 怎料后方正好翁南骑机车行经 刹车不及翁车再度重重撞上 倒在车道上的临南 临头部外伤 病如内出血 多处骨折血胸 送医急救后 同年12月6日伤重不治 警方针讯师陈傅景称因疲劳精神不计才导致驾驶电动车车刑 警方讯后依过失致死罪嫌送办 宜兰地检署3月5日将陈傅和翁南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 但已患不回无辜其事的宝贵性命 电动带步车肇事实务上很罕见 警方坦言由于带步车车速不快 又多半行驶于住家附近道路 加上驾驶人多失年迈残疾人士 多半是遭撞 这一次肇事导致机车骑士死亡 实属罕见 老夫骑电动车在公路上蛇行 恨无辜骑士撞上惨死 是一图 记者张瑞瑜摄影 分享老夫骑电动车在公路上蛇行 恨无辜骑士撞上惨死 本报资料照 分享